我先答复这几个问题 明镜尔住我住于何处 就住在所缘镜上 住在所缘镜那里 你一身份做所缘镜 你就安住那一个地方 如果是以洗衣为所缘镜 你就住在洗衣那里 这个洗 要是以佛像为所缘镜 你就住在佛像那里 就是这样意思 明镜尔住的住 与阴无所住 与阴无所住而生心心的住有和差别 阴无所住是观 不住所生心 不住生相为处法生心 阴无所住而生心心 这是属于观 现在说明镜尔住是子 是他性质不一样 在智德大师 和吴昭夫社有相同的意思 我们修纸观的时候 这个纸有两种纸 一种也就是四相的纸 所以我心里面观一个莲花 实在没有莲花 但是我心里面想一个莲花 我这个心就住在那里不动 那么这是一件事 这是四相上的纸 我们面前也没有佛像 我们面前也没有佛像 但我心里面想一个佛像 你想了的时候 这个佛像也就现出来 现出来你心就住在这里 这都属于四相上的纸 这是一种 其次是智德大师所说的体真子 这个体真子 那就是阴无所住的这个治疗 体就是体者打也 就是通打 也就是观察的意思 观察一切法如 你观察完了的时候 你心里面无所住而住 那这叫做体真子 就是观而后子 这个子就是一种理性上的子 那就是无为的境界了 不是那个四相上的子 那个陈建民 武昌菩萨的基论和扎基论是宣战大师办的 智德大师那时候还没有翻过来 但是翻过来之后和智德大师的意思是相同 那这里边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第一天 我昨天 昨天是前天 我说这个我们修指的时候 我们修指的时候心里面能明镜而住 有多少相应的时候 有可能会很顺利地就成功了 就得到预解钉 味道地钉 四三八丁就成功了 但是也可能有岔头 就出了一些其他的境界 那么要是这个修行人自己能觉悟 这些境界都是陷阱 都不是好事情 那能觉悟的话 你不知道 不找他 你不知道他 不知道他也可能 也不知道就没有事了 也可能你想不知道办不到 还是知道 那么就是可以用这个体真子的办法 就是观察这个境界 是虚妄的 不真实的 是毕竟空的 你这样思维之后 注意无助 暗住在无助的地方 那么这就是体真子 也可以这样办 不这就是深一层的子 而不是那个四相的子 明镜而住的住 与阴雾所住 而生其心的住 也会差别 寺院正得无声发言 好啊 认得无声发言很好 这有问题啊 我先答这个问题 以九心柱 是否一定要迅序静静修持 或因根性不同而兼修 如法修持九心柱 大要多久是可成就 九心柱是子 修圣梦陀的子 这子是 就是假设你是修熟习官 你就这样子来观这个习 令心安住不散乱 它就逐渐的就是经过这九个阶段 是这样的意思 一定要迅序静静修持 这是修熟习官 当然是这样子 或因根性不同 根性不同 有的人就是很顺利的 就是到了第九住 有的人可能中间有些跨着 可能有其他的业障 也说不定的 只是这样子 如法修持九心柱 大要多久是可成就 这个很难说 如果你一天净坐十个钟头 你可能一百天 就到了这九心柱就成功了 如果一天那就坐一小时 我看三年也未必成就 这是你用功 不用功的问题 你是精进 你是懈怠的问题 当然这个预解定 九心柱是属于预解定 预定这个时候 是修舍摩托的开始 开头难 这个时候是难一点 要是得了 未到地定以后 就容易一点 得了未到地定 然后得出禅 容易 得欲解定 未到地定来 得出禅还是容易 是这样子 对于初消禅定者 如何培养智慧 先从修舍摩托 回修毕不舍诺 入手 以获舍摩托 毕不舍诺 见修 这个初消禅定的人 怎么样培养智慧 培养智慧 一定要学习经论 经论就是佛菩萨的智慧 所以我们要学习经论 就是栽培智慧 但是你帮助别人栽培智慧 你栽培智慧的时候 也容易一点 别人栽培智慧的时候 你破坏 将来你栽培智慧就困难 别人修什么 他修禅定的时候 你帮助 比如说我们打禅旗 他们呼吸 将来他们坐禅的时候就容易 因为你帮助别人 学习禅了 这个因果就是这样 要是人家打禅旗的时候 你破坏 你不要去 那你将来 你将来就是有点问题 其实因果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 怎么样培养智慧 你帮助别人培养智慧 自己也去学习经论 这就是智慧 世界上的书 都是些颠倒迷惑的事情 但是这是我的看法 可能我看的不对 但是从佛法的内装来说 世界上的这些 这些事情 都是没有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 或者说是没有价值 都是令人颠倒 迷惑 堕落 而不永远 没有智慧 只有佛法才是智慧 佛法的确实也是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批评事件 就是苦和疾而定 除事件 就是灭道 除事件 是灭道 令你增长智慧 得大泄渡 得大自在 所以栽培智慧 就是要消去佛法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你这个脑好 你的脑好 吸收力很强 赶快地 用佛法的这个珍宝 让你装 我佛法装在你的头脑里 是不是我年轻的时候 赶快地社会上学 学完了再学佛法 你年龄大了再学佛法 你的吸收的力量 不会越了 不会越了 世界上你年轻的时候 学的东西 他既能记得很久 他也不忘 年纪大了 你昨天读的书 昨天可能还知道 今天就忘了 年纪大了 就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应该栽培智慧 这也是智慧 要是赶快地学习佛法 这是对于初晓禅定的 如何培养智慧 赶快要学习佛法 就是采配智慧 是先从修圣摩陀 或修毕不舍诺入手 这是随自己的欢喜 随自己的欢喜 但是这两种法 圣摩陀和毕不舍诺 佛法是重视毕不舍诺的 但是为了毕不舍诺的成就 你也应该学习圣摩陀 因为圣摩陀对毕不舍诺有帮助 是有帮助的 你侧重于毕不舍诺 还是要有点舍末诺的 你侧重于舍末诺 偏重于舍末诺 要完全没有毕不舍诺 是差一点 就不符合佛意 不符合佛意 但是我昨天说过 如果你的舍末陀的善根强 我用舍末陀的方法一修就能定 心就是没有啥念 而能够明静而助 你也不妨就是 随顺这个善根的力量 就修舍末陀 但是你的思想上 不要忘记了提供舍诺 舍末陀成功了 在舍末陀里面修毕不舍诺 如果是把毕不舍诺 毕不舍诺的方法完全放弃了 不修 完全修舍末陀 那就不是佛教徒 可以这样说 可以说他不是佛教徒 因为你只修舍末陀 你不能够了头生死 你不能转翻成圣诞 你就是成就了 四禅八定了 你的贪真识的反倒你不能断 还是有反倒 所以得了禅定的时候 欲解的反倒是不现实 表面上是没有 但是有因缘的时候 反倒还起来 所以我们那天讲那个故事 他不是佛教徒 那个先人不是佛教徒 所以他那个女人被国王抢去了 他就动了杀心 他杀了国王 他动杀心 当然不像我们没有定理的杀 称心那样的 他是很威胁的 因为有定的力量的影响 杀心很威胁 但是也是杀 这可见你只是修舍末陀 你不能转翻成圣 你要修舍末 批不舍朵 你就成功了 就是那个提婆尊者 就是龙树菩的那个弟子 提婆尊者 提婆尊者 他这个大智慧心结 就是 他是圣人的 他迫持外道 外道没有能胜过他的 这样因此 你就得罪了一些外道 外道就是要害他 害他就是有一个拿着刀 这一天 他在树下静坐的时候 这个外道就把他的肚子 打开了 就是把他刺激他 但是提婆尊者 这个时候 他还能说话 他说你迷惑颠倒 哪里有恶像 言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就是我这个架杀 给你赶快披上 你还可以跑 你要不披着架杀 你跑不出去 我的弟子会抱你 他把架杀拿下来 给他披上 这个外道就跑了 那么从这件事 看出来 这个佛教徒的尾巴 你把我杀死了 我对你还是慈悲 爱护你 不动诚心 那个仙人 修摄摩托成功了 得了四三八经 还不是 没有关系到他的生命 没影响他的生命 只是身外的另外一个女 她也并不是 像世间的夫妇那样 她的杀心都会起来 这可见 修摄摩托又修皮肤摄摩 这是佛法的精神 可以代表佛教的精神 只是摄摩托 不能成为佛教徒 所以这上面说 是现中 修摄摩托或者修皮肤摄摩 可以随自己 你欢喜学习佛法 用佛法正义念 你就偏于皮肤摄摩 也是好 但是多少要有一点 舍摩托也是好 以后舍摩托 皮肤摄摄见习 也是可以 应该这样 三世边际所愿净事 所着承办所愿净事 景言不解其意 恳请 慈悲相识 四边际所愿净事 就是五蕴 十二处十八戒 这些因缘生法 这些因缘生法 也是包括 一切有违法 无违法也在内 每一法有每一法的边际 明白我们是 关系 修这个慈禧念 修这个慈禧观 观这个出入喜 所以喜 这个喜就是舍法 舍摩托显丝 以舍法为所愿净的 如果说是你心为所愿净 你第六一诗这个明了性 你心为所愿净 那么那就是舍摩托显丝 以十日为所愿净 这都是属于四边际 但是这只是这个 我们现在是一个反腐 我们没有得到法眼 会眼 天眼的也没有 我们对于这些因缘生法 甚至简单是一二笔的生意 所知道的 一少少一部分 那要到大菩萨境界 才能够通达 所以这是 这个四边际所愿净是 是通于凡圣 到大菩萨 到八地菩萨以上 才能圆满观察四边际所愿净 所作承办所愿净是 就是它 以四边际为所愿净的话 或者是一种种的所愿净 这样修止观已经成功了 功德圆满了 那唯有佛才功德圆满了 所以佛的所愿净 叫做所作承办所愿净 就是这样一试 所以这四种所愿净 就是由凡而胜 完全包裹在内 就是这样一试 不为自己求完诺 但愿众生得利苦 这是菩萨才是这样的 好 这个 我有的时候 也会说一些 说一些 不要说的话 就是好说 不同意主持人 我不同意主持人 是的 我有这种想法 我承认这一点 我这样说 你当然禅宗的人是不高兴 禅宗的人是不高兴 而禅宗的人 也批评了小教的人 我在香港的时候 华南小福院 有个童小 童小他在禅宗的地方 住过多少年 我就和他 就接触到这个 在那时候 我也是初小 我现在也是初小 就说话中 就接触到这个禅宗教 因为他在禅宗门下住过 所以说你小教有什么了不起 那嘴巴皮 这话的意思 你是嘴说 你办不到 你没有修行 这话说的 非常对 是对的 佛法是好 但是你是嘴讲 你没有修行 这说的是对 完全没有错 但是不能说 所有的小教的人 都没有修行 如果这样说 也不见得圆满 也不见得圆满 不能说 所有的人 都是没有修行 这也不能说 这原因 我们学习佛法的人 不是门户之间 要有理智 要有理智 要有智慧 用智慧来观察这件事 和道理不和道理 你祖师是佛的弟子 如果你是信佛的 你应该称佛为师吧 你是弟子 你们得没得无声发音 我看 我看这么多的祖师 有可能有人得无声发音 但是大多数没得无声发音 我因为 尤其是后来的禅宗人 没得无声发音 我现在又开始口过 你毁谤佛说的法 对于修行没有用吗 你说佛说的这些法 对于修行没有用 你可以说这句话 你是不是佛教徒 我这样说你们同意 你是不是佛教徒 是佛教徒 是佛教徒 成佛为师 成佛为师 佛说的这些法门都是修行的法 环境也是修行 法化经也是修行 金刚经更是修行的法门 愣切经 也是修行的法门 而这初主呢 还特别的说 我观那个震担 这些经修得了 我也愣切来隐行 我有愣切经 不过那个语句要我来看呢 还是有点毛病 这么多的佛法 都是可以用功修行的 只有愣切经可以隐行 其他都不能 那个态度是 那个画的态度是那样 我也不同意 这些都是法宝 其实命运也是可以修行的 法化经 都是一个修行的 无上的法门 怎么只有愣切经 但是我那句话 那个唯一字就 我们不猜它 愣切经也是修行的法门 金刚经也是修行的法门 所以你不学习经论 结果就演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对这种事情 我不同意 我有时候说话 就会说到这里 说到这里当然禅重的你就不欢喜 实验是不欢喜 但是欢喜不欢喜 一会是你应该有理智 你说我没修行 说得对 我承认 这都可以 但是佛说的法应该站台 学习 不应该说它没有用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上一回做成我们大餐期 恐怕是前年吧 也是有台湾来的记事 他就用祖师的话来播我 我说你用祖师的话来播我 我妙境诗人说的话你可以播我 因为我妙境是个凡主说的话不对 但是我要说的经论上的话 经论是佛说的话你用祖师的话来播是不可以的 第二这个禅诗说的话有的时候有点偏离 不是那么样的何道理 所以你更不应该播 我也是这样说 当然我这样说 当然禅重这些 你轻视禅重 我倒不是轻视禅重 轻视是一个禅诗 其实我不承认那是禅诗 有些禅诗啊 自己就承认是光头虚汗的 我不承认 你就不承认 所以我们佛教徒啊 说是你有门户之间 但是我妙境没有门户之间 我没有 我看这些各自 这些佛法里 这些宗派的大德 都是了不起 都是了不起 而禅诗语录里边 我看有些大禅诗 我生大 我也是信 那些大禅诗 真是 就算是昧得无声发言呢 也接近的无声发言呢 因为他说的话 和修多罗和 和佛说的话先和 如果你是佛教徒 你和佛说的话冲突 我那是一个问题 那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一个问题 我这话本来好像也会容易引起误会 但是我认为 我有时候我心里又不想说吧 还要说 这里有三个问题 突然意起 遇切实的论 终结是法处所舍舍 有一段话 遇切实一假想会 其舍法到边际 唯积略散舍 文不能详细 请问 这积略舍 积略舍 是法究舍 是边际所缘境 是的 这也是属于 这个所缘境的词 也是的 那么这假想会 是不是略同天台的喜空观 要不是应怎么理解 这一定很有点分别 天台中的喜空观 是说一切法 因缘和合而有 这一切法 因缘离散就无常了 主要是以无常观察它是空 没有真实性 就这样一起 分析一切物质 到极微细 也算是起 也有这样的意 但是就到此为止了 到此为止了 就是用假想会 分析这个舍法 到极微细的时候 就到此为止的话 那还不是天台中的喜空观的意思 还不是这个 这个喜空观 这个喜空观 天台中的喜空观 其实也就是无常观 这个无常观 如果是有欲界定 又有未到地定 又有未到地定 要是能到出差是更好 以此定为依止 修这个无常观 那能达到涅槃的境界 是能入圣道的 如果只是分析舍法到威西 到此为止 这不能得圣道 所以和天台中的喜空观 还是有一点分别的 我在这里 我又想起来一件 想起一件事 我们说这个 观之在菩萨行神 波尔波勒弥陀斯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舍利之舍 无益空空 无益舍 舍利之路空 舍利之舍 实际行是一步如是 我们这样念这个经文 虽然就算是没有看杜洁 我们也多少地会那样思维 或者不至于深刻地思维 也多少有一点思维 总共人说这是空的 所以李先生都会这样想 那么修这个舍马陀的人 得到了欲界定的时候 得到了欲界定的时候 这个心不需要特别努力 不需要特别地注意 他的心就能够不昏沉 不散乱的明镜而住 这个时候心这样 他的身体有药物的样子 但是由内住到等次 达到了这个境界 那么再进一步到 欲道地定的时候 欲道地定也是和欲定 也有相似的时候 就是也是很长一大段 不是说一下子 这个欲道地定就圆满了 他有时候会现出这个境界 就是窘托根臣灵光毒药 这种境界 就是一切法都是空了 就是一念灵灵的心 占缘长路 所以这种境界 这样如果你现出了这个境界的时候 你要念心经的时候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火 舍既是空 空 舍既是舍 相形式 一不如是 那么你就是因为是这样的 会不会 就有可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件事 实在是 这是个误会 就是得了这个欲道地定的人 他误会他得到无声发音了 一切法都空了 那么为这一念灵灵的心 是长住不坏的 我就是佛 不要说得无声发音 得无声发音太小了 我就是佛 就是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这是 如果你要去看看大致的论的话 金刚经的注解 就是因为金刚经短 所以都可以写一部金刚经注解 你这么说 他这么说 但大致的论大波尔经长 你就不容易乱说 你要看那个经上解释一切法空 和你由欲积定得到味道地定的时候 那个空 是一个吗 是一个空吗 其实不是 你得到味道地定的时候是空 这个空实在来说 你在那里坐 别人看见你那身体还在那里 里面有空 还是在那里 不是真没有了 那么为什么他说空了 那是你的感觉 名字为空 不是真实身体没有了 只是你的感觉 那个空是你的感觉 名字为空 这个经波尔经 心经 大波尔经说那个空 那个空是智慧 不是你的感觉 但是你要不是 注意去读经的话 你很难知道这个事情 很难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这无常观 我们通常一般的这样子 一切法 我们也有生老病痴 世界上 世界有成都外空 一切法生死亦灭的变化 就是无常 我们通常这样说 但是你要在定里面 这样修那无常观 能达到涅槃那里去 那就不同了 所以我们修观 能令你 得位成有 智慧 能达到那种境界 所以佛不是说的法 不是其他的人所能记得 但是当然这要进观 你要好好学习才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激略才 激窘才 和天台志 大致说的无常观 志大致说的无常观 就是阿含经的意思 当然在大致的论里面 有特别解释 是这样意思 好 我就这样解释这个问题 凡夫啊 虽不能习舍法到边际 但拿来建立无人的观念 慢慢以此观念 观一切事物 能否通达你 凡夫当然也是可以 以此为方便 也可以这样去观察 观察这个舌 这一些物质啊 都不是真实的 我们从这一大块的物 各式各样的阻止 我说这个人 他的地球合风阻止起来 很美 这个人阻止起来 很丑 有这种分别 但是你要观察 一些物质到极微的时候 那就是转转王和狗也是一样的 狗也是极微 就是转转圣王 他的那个身相 也是极微的主持 就无差之下 那么从这里 你当然也可以 减少自己的分析心 也能扶住自己的烦恼 也能调伏自己的烦恼 当然在经论里边 调伏烦恼 可以有种种门 这也是门 那里也是门 还有仆门 一切都是门 但是从现成的法门来说 当然是修无尽观 修无尽观 修无常观 修无恶观 这样的力量是很大的 很大 阿罗汉 阿罗汉 那于圣异地的出示法 为无学 但与佛相比 能有无量无边的无为法 乃至有为法 必缘其法 需要学习 对于得入圣位的菩萨 欲广度众生 应学习无量无边缘其 四间法 不知师父同意 无耻看法 昨晚师父说 只有佛法 才值得学习 我是这样的意思 四间法 是颠倒 没过 不知的学习 此话是 应看对象 以程度而说 我昨天说的话 必由未尽 我今天补充 把我的意思都说出来 我还有没说的意思 我的意思 佛法是宝 四间法不是宝 四间法就是令人增长迷惑 增长颠倒 能助长你生死的轮回 在我们反复来说 在我们反复来说 四间法就是发生这个作用的 要是学习佛法 学习界定会 所以我们能够除灭一切颠倒 消除一切颠倒 迷惑 使令我们成就无漏的界定会 就可以转参成圣了 可以转参成圣了 如果我们能肯定这样的说法 肯定这样的思想 那么我们就不要学四间法 去学初四间的佛法 这样学了的时候 我们可以转参成圣 可以叫圣人 圣人就是对这个生死的流转这件事 解除了 这个胡闹的事情解除了 解除了以后 这就是有大小称呼 那天说是大小的分别 最初是凡圣的问题 凡圣是第一关 或者是迷雾是第一关 凡圣第二关 大小是第三关 那么你入了圣位以后 要是发无上菩提心 要广度众生这个时候 就感觉到自己的智慧不够 智慧不够就是要学习 向师方诸佛学习 向佛学习 一方面 也来到众生的世界 向众生学习 他也知道世界上 宫巧名 这个一方名 他也学习 造房子时才会 造飞机的事情 或者做医生的事情 但世界上 无有一样是他不学习的 学习了 巧把 尘老 为佛事 他就能在这里 来广度众生 这个时候 这个菩萨学习这一切法 和我们凡夫不同 我们凡夫学习这一切法的时候 就用这个来增长 变成词的 那一进入圣道的菩萨 他这都是 等于是佛法 他能用它来度发众生 所以我那一天听 这个 听那个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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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有一个 必须疑 病疑本来是 这些疑惑很发心 为大众生服务 会人间有病 特别是有恨 我也没做什么措施 为什么得到恶病 有点 有点 埋怨 但是忽然想起来 拜水灿 拜灿 拜灿 拜灿的时候是 梦见观世音不是来了 观世音不是就给他开个药房 药房 大概说出个药名字 到药房里买 就是有这个药的 这可见 这个药当然是我们世界上的医生 这个药医师 或者是什么发明的这种药 但是观世音不是知道 知道这个名字 知道这个名字 知道这个药可以治这个病 这就可以知道 佛菩萨他对世间法都是很清楚 很清楚的 他知道 那么所以啊 学习世间法啊 在我们凡夫的这个阶段呢 要是你已经学习了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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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只好学习了 要是没学习的时候呢 我的意见呢 赶快学习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时候 一方面是无常的 关系 一口气不来就死了 所以要有无常观的时候 赶紧到这个 引领无常啊 我赶快修习圣道 解决生死的问题 不是问题解决的 解决了以后 我在学习一切法 消息初世间的法 消息世间法 那么就得到一切种子 到佛的时候才圆满了 这个世间的智慧 到佛的时候才圆满了 其他的人都有所不知 有所不能 只有佛才圆满了 佛这个时候有一切种子 才能广度一切种子 其他的人都是有所不足 我的意思是这样 是这样的 所以说要是 我们说这个阿罗汉 其实我们应该讲经 应该讲这个经 我们就说这个阿罗汉 这个舍利夫尊者 按现在的话来说 那就是神童 八岁的时候 他就严福提的经书都读进来 那么开个辩论大会的时候 没有人能辩论过他 到十五岁的时候 有这种境界 他这个 出了家以后 这个阿罗汉 他有佛法的 出世间的清静智慧 但是因为他没有出家前 也是读过世间的时候 他有学位 也就是智慧 也就是高 智慧广大 所以释迦牟尼佛 就赞参他的智慧 所以他能够 也能广度众生 有大智慧 你看那个 盘特 周立盘特 周立盘特 他没有 在家说没有读过书 出家以后 当然也就没有读过书 还有 这个生得会 也是很少 所以就是很笨 就是刚刚说 少住两个字 记住少就忘了住 记住住就忘了少 笨到那么个程度 但是以前也多少 也是佛法里 栽培过善争的 所以佛教导他 他见 也是得阿罗汉的 也是见到真理的 但是因为一读过书 所以世间的知识没有 所以他要去度发众生 很有困难 不能和舍利不均得比 所以这世间法 我们出家 也是有世间的知识 你做大法事 也是有智慧变才 是不同 我只是 我在家的时候 其实按现在来说 就是初中的程度 我是读师叔 师叔可能读有五六年 然后又到城市里面 补习了一年 第二年考上了满洲国的时候 那些古民高等学校 但是日本人 就是愚弄中国人 你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六年 他们六年合起来 成为四年 你们不要多读书 你就读四年好了 我就是读了一年 就是那样的学校 我读了一年 所以按现在来说 按现在的学制来说 我就是初中的成为 所以我做法事是不及格的 是不及格的 这个是那样 这只是从无常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 感慨学习佛法 世间法 以后再说 这是从这个观点来说 但是我们佛教徒 众生的根性 各式各样的 过去栽培的善根也是各式各样的 那当然会有例外 会通中有别 不必说 是完全都这样 我应该是这么说 这个世间法 是颠倒迷惑 不值得学习 这是在我反复立场来说 要是在佛不是大智慧境界 世间法还是值得学习 那还是不同 所以说是阿玛他还不是佛不是 但是他有大智慧境 那也不同 也可以学 也还是可以学 再有提出一个意见 可以请求法师 找五哉子 也为我们说一些佛法 佛法也好 帮助修子修观地读好 法师你懂的佛法那么多 每晚只讲一堂课 太少了 其实我懂得的很少 并不多 多讲佛法 似乎是要想一想 按道理说 打餐期 大家用功 平时在餐期之前 学习佛法 一番学一番坐餐 感觉到坐餐的时间太少 所以打餐期 就是增压时间多静坐 目的是多修行 这一切 因为这个时候多说佛法 这不是违背了打餐期的原意 我看是这样子 有的人功夫是 有多少功夫 就是精心也好 就是盘腿坐也好 他常能够正面现前 或者精心我们不说 就是盘上腿了 他这个身体就是很轻松 这个心也很自在 就是要指就能指 要关就能关 那么这一坐 不管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 他那个心里面很自在 很清静 那么这正是运功的时候 要是你多说一些佛法 就打他先擦了 就是打先擦了 要是我们运功的时候 精心的时候 正念不现前 东讲西讲 从这个去讲讲话 同在一开始 去见见面说一些闲话 排上腿的时候 腿是痛 这个心也不能够安住 说人静 这就是不相应了 这是不相应的 不相应 我也曾经说过 不相应怎么办 念佛 还是尽量地要塑自己 修旨修不来 修观修不来 你念阿弥陀佛应该能力 念阿弥陀佛明后 念观世音符这也可以 你大悲咒也念得很俗 也可以 阿弥陀经也能背下来 也可以 念阿弥陀经也很好 念的时候 先短时间的心寄静住 寄静住一会儿 然后就念阿弥陀经 佛说阿弥陀经 如是万一的 佛在社会说 就是一句一句念 念一段的时候 再寄静住 念之后 然后再念 念一段的时候 再寄静住 不必连续念完 一个中间 你可以寄静住一会儿 你心里念了 念了经的时候 就用你寄静住 就是呢 你要读静静静也是 读完了静静静 然后静坐 它就容易 你要和人家吵架 吵架完了去静坐 就可能会有点困难 除非有功夫的人 也不同 没有功夫的人 就是这样子 你前一个时间做的事 影响下一段时间的心病 就受影响 这样子 虽然说是没有修止观的 但是心里面也是有正念 也还是很好 你阿弥陀佛经也好 你是不是被经用经也好 被法复经也好 还是正念 还是与法相应的 应该是这样子比较好 那么这样常常的 这样做慢慢的 它也只观也能相应 这等于是只观的 先方便 要说是 沼灾 沼灾 沼灾的时候 饭后也说一段话 其实说话 是很容易 但是又是 又有问题 我们也有一个法师 告诉我 说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 就影响静坐 静坐 一天很辛苦 叫我们 七点钟开始 就想开始 那么八点钟 静坐到九点 就休息 不要九点半 那么就是争取 半小时的休息 增加半小时的休息 其实我看 沼灾以后 有一个多钟头的休息 午饭后 也有一个钟头的休息 那么加起来 夜间的休息 也不少的 比应该是正常 所以我想 我们还是 沼灾后 午餐后 还是不要说 不要说什么 就是 那么 用功有个不 只管不相应 你就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应该做得来 不是乃至 只要心一动 就可以念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可以念三句阿弥陀佛 六个字 四字 都可以 念三句以后 就停下来 停下来 寂静珠 然后再念三句 再念三句 再寂静珠 寂静珠的时候 可以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 我想念第四句 但是不念 现在还是想念 这样子也能够调伏 这个信 没有杂念的 如果也就 不要 不想念第四句 信里面就是寂静珠 如果能办到 你也是可以 总而言之就是 你不要连续不断地念 中间有一段寂静珠 然后再念三句 这样子慢慢地 你就可能会 这个子的功夫 就可能会好一点 就可能会相应的 你可以这样念多 你也有一个问题 法化精云 要有众生多余淫欲 常见功敬观世间 不是变得离欲 此欲修不尽观而出欲 其方便和作用力 有何差别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方便是不一样 说不定是修不尽观 要用的心力要多一点 要是念观世间 不是名号 应该说是容易一点 不过说常念功敬 要常念 要常功敬观世间 不是 所以佛福射的确是持贼 给我们开示 直接对治的法门 我们修不来 就另说一个方便 念观世间不是名号 也有同样的作用 那么这可见 没有在佛法里面来说 断反倒是很难的 但是一定能办到 因为总有一个方法 可以成功的 说到这里 我有个妄想 不管是淫欲也好 愤怒也好 这一切的烦恼 都是由指导寻来的 你指导它 你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 而佛福射为我们开示 就是直接对自己 直接对自己的指导 直接对指导 经论上 经论上处处都说到 额子 法子 至少有我 至少有一切法 佛就说额空 法空 说额空来破额子 说法空 我就破法子 所以这个修止观 就是破这个额法二字 就是这样一切 应该在这个地方 用心 那么你这个病就 这个指导的病就好了 如果我们修行了 老半天 不再指导那个地方用功 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分裂思维 分裂思维 那个结果是无效 结果是不能 不能转参成圣的 我以前曾经说过 曾经说过一件事 比如说我们有困难 有困难 有很多苦恼 我们买的香 买的花 买的生活 去拜观世音菩萨 等于拜 就有感应了 这个苦恼就解除了 这个这样的说法 就和社会上 这个贪官无力 差不多 我的看法就是差不多 因为你这个事情困难 你求他 他不能帮你忙 但是你给他 给他多少美草 他就给你 给你活动 这问题就解决了 说我没有困难 就求菩萨 去买香买花 我看也有相同的意思 是不是 并且我们从经论上 会应该印识到 佛菩萨没有贪心 也没有称心 你恭敬他 他也没有欢喜心 你回路他 他也没有称心 他还是慈悲 其实佛菩萨是这样 和我们凡复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买花 买香 你恭敬地供养他 还是有功德 这个道理从哪里说 就是说我们通常 对佛菩萨有信心的 不管是你通达佛法也好 你不通达佛法也好 你相信有佛 有菩萨 有神 那么你相信他有广大的道力 广大的神通道力 他有能力地救活 那么我就对他表示恭敬 求他 求他这件事 这件事什么道理 佛菩萨不会像我们凡夫 贪污的这种事情 但是怎么就是 我们不买花 也不买果 我们去求佛福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这个事情应该这么说 就是 如果对佛法一点羞耻没有的 一点也没有羞耻的 也不明白什么是佛法 但是他也相信佛菩萨 那么这种人 他为了解除自己的困难 他就向佛菩萨诚心地求 我也相信他是有诚心的 也诚心 但是他要买了香 买了花的话 买了果 去供养 做福的时候 但是诚心的程度会高一点 会高一点 要是空手的到那去求的话 你 师父这个诚心就不是那么高 是有这个关系 人情是这样的 你这个诚心又高了的时候 假借的花和香果 提高了自己的诚心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事情 你的诚心一提高了的时候 心就清净 这个城里面有个清净的意思 有恭敬的意思 有清净的意思 这一清净呢 佛菩萨的这个神通道理 就有用武之地了 我们这个啊 有很多的 或者有病痛 或者有什么灾难 就是我们的罪业 所造感的 我们的罪业 是过去是所造 但是同现在的烦恼也有关系 同现在的烦恼也有关系 那么佛菩萨是要解除你的困难的 就是得要把那个苦难的原因停下来 把那个苦难的原因停下来 要它不发生作用 这苦难就转变了 但是我们的心里面 贪心很大 嗔意心很大 很多的厌恶心 那个以前的罪业 就受到你的贪心 嗔意心 种种的厌恶心 你知识啊 它一直都在发生作用 那个罪业会发生作用 你想要那罪业停下来不行 停下来 要是你像佛菩萨 这个买花买荷 这个成型 一增长了的时候 心清静了 那么你这个延恶心的助力 延恶心帮助罪业发生作用的力量 没有了 原来这个时候佛菩萨的神通道理 从这里开始 使那个罪业停下来 就能转 就可以转变 这是可以转变的 所以买花买果 佛菩萨没有贪心 佛菩萨稀罕我们买那个苹果好吃 看没有这个事情 我看佛菩萨没有这个意思 我看有些人都没有这个意思 有些人对那个苹果也可能没有 何况佛菩萨 但是你的成型一高起来 佛菩萨就能发生作用 要是在佛法的界定会上 是有深入的修持的人 当然他也可能 他也可能说这些磕头 十大愿望之一 一者理尽诸佛先磕头 然后他先表示恭敬的意思 表示恭敬的 但是他有修行的人 他这个正念一提起来 显示清净的 他就能和佛菩萨感应 就能通消息 这个要到这个 最低限制到内凡的时候 外凡还不行 到内凡的时候 就是捷径见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可这个人可能有成定 再加上般苹果的皮菩萨 他就直接和佛菩萨感应 那么就能够解决问题 那这个事情 听清净的 他倒也不一定说是非要 非要买花买果 当然这种人也会买花买果 也会的 我从这里 我又有两个妄想 一个就是什么 拜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我也以前也说过 我没有得无声发音 之前 今天要多磕头 多磕头 能灭除我们的藏道罪 藏道的罪 乃至其他的罪 都慢慢地被救命 我们有些人 他没有经过多少时间 时间很短 他就有很大很大的成就 定会 他短时间就有很高深的成就 我们多少年来还没进步 什么原因就是有罪 就是有罪 所以应该要多磕头 多像佛菩萨的磕头 我们现在佛菩萨是 特别的清净 一点罪过没有 清净的 无漏的界定会 无漏的圆满报声 法性甚至大悲心的境界 无量功德状元的境界 我们这样的思维 去观想成就起来了 我们要多拜佛 多磕头 你成就也起来了 起来你佛不是能加持我们 就能加持 就会有助力 如果你常常 比如说你背经 背华阴经 背法华经 背博热经 背冷却经 或者解释密经 大声的修多磕 阿含经也是好 背经 常常的背 你就会感觉到有佛菩萨的加持你 我们身边也不背 懒得背 也不能静坐也不相应 心里面很 都是黑暗 心里头没有光明 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 你常常静坐 有的时候修止修观 阿含经 就过去了 你会感觉到 这不是我自己能做到的 就是佛菩萨 加持你 所以多磕头是对的 这个书要多磕头 所以十大愿望 第一是礼敬诸佛 是对的 不磕头不对 多磕头是对的 当然你要能够通达般若义 那么能力所理性空击 那就是更好了 那么现在说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就能够 常见观世音菩萨 你变得离愈 我因为也就是这样子 我们欲心很重 造了很多罪 佛菩萨叫我们修佛进观 来对治这个欲 结果还不能对治 我们怎么办 没有办法了 被路好走了 观世音菩萨 你能诚心念观世音菩萨 你常常念观世音菩萨 这个诚心 我说我个人的事情 我说我这个罪过的 这种愚痴的境界 我原来对观世音菩萨的公敬心不是很多 这是我的愚痴 但是我背这个普门瓶 背背的 哎呀 忽然间的公敬心起来了 你常常念观世音菩萨 常常念观世音菩萨 常常念念 念久了 这公敬心就起来了 一起来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有办法了 此内你能诚意 所以常念观世音菩萨 变得利益 变得利益 念观世音菩萨 名号的功德不可持继 所以这个我们说是修止观 按经论生的方法修止 就修观 职也修不来 观也修不来怎么办 念观世音菩萨 名号 你就行 就是可以的 深思的 一方面磕头啊 都磕头 不要不磕头 磕头的时候走了 我不磕头 不对的 还是磕头好 有几个问题 请教法师 一 我们参齐每日早晨莫念的金刚经 第二十七品中 如来不与居住相互 得奥多罗三道三不提 如要做思念 发奥多罗三道三不提 如要做思念 发奥多罗三道三不提 请问法师 这里所提的 不与居住相互 得奥多罗三道三不提 与居住法断裂 有什么关联 为什么居住相 会与居住法断裂 扯上关系 是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呢 comer 佛四三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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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不提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为因 得成无上菩提 所以它应该是举足相 它应该是举足相 它修那个因 那个功德的因 得到功德的果 所以应该是举足相 如果不义举足相得无上菩提 那就是以前修的因 不能发生作用 就是断灭了 没有因了 没有因所以就不能有举足相 那么以前修的因就是断灭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吗 可是我们修了很多的善事 我们应该得到善的果报 就可没得到 没得到就是那个善的功德断灭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你有断灭 就是这个意思 是扯上来关系 是有关系的 不与居住相得无上菩提 与诸法断灭有关系 其实这就是这个人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诸法是不断灭的 要是居住相得无上菩提 得无上菩提的时候 居住无量功德相 那就是以前修的因没有断灭 那就是以前修的因没有断灭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说得对 每一天早晨 五点半早在室 零像是早已出 可能还没出 可能是还没出 是这个是有这个问题 这个规定是应该 明相处来 才可以 要是明相昧处 就是不合法了 但是明相处的时间不决定 就是现在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明相处 你就这个时候早在 但是过一个时期 就不是了 就不是这时候明相了 明相它这个也是有变化的 如果说我们随着变 所以这个明相也是对的 但是另外有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严格的不非时时 就是中午要吃1.3克 以前要吃完蛋 11.3克以前要吃完蛋 开蛋 那么早晨有个明相处来 中间很近 就是很近的 很近 而无灾 从第二天的明相又很远 又很远 我们要做馋 我们要做馋这件事 你吃多了 做馋就不容易相应 少吃的时候 做馋容易相应 那么就是 时间隔着很长 就也有问题 就精神来不及 精神也来不及 还有这个问题 所以稍微提前一点 就是稍微将就一点 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说是 你看那个 红一律师的 他的 这不喜生命 要吃节清明 这话不是无因 没有理由的 不喜生命 要吃节清明 这是一个第一件事 第二 这个传统中的明相 有时候晚间要吃包子 晚间 又人吃一个包子 晚间 那般这个绿 这个重视绿的 一看就呵斥 但是这个吃包子 这件事 你真是用功打餐器 假设你不要多吃 夜间打餐器 我们现在九点半就结束了 又可以 打餐器 精进的 完全是出家 11点或者12点才结束 就睡两个钟头觉 一点 12点结束了睡觉 一点两点 两点钟就起来 那么他的精神来不及 吃的 中午还吃的少 而要是做香 一直香 一直香 这样子 又很辛苦 你说不吃的话 没精神 怎么办呢 这是两难 这就是两难 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 说是五点半 明下是昧出 但有的时候也是出 就是有这么一点 不合法 有这么一点 我承认这一点 是有一点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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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经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问题 你感觉我解释 可不可以解惑 可以解释 你可以再看看主节 未经许可否 在没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想要 我没有想要 我 是 我 感谢观看